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西班牙电影《无锡之夫》 电影讲述了一个外科医生为了给女儿报仇 给他人做人体实验的故事 男主罗伯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整形外科医生 但无奈妻子耐不住寂寞 找了家里女仆人的儿子阿维偷情 这天就在两人开车私奔的时候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这时情人就靠不住了 女仆人的儿子死地逃生后 就再也没有管过罗伯特妻子的死活 还是罗伯特赶了过去 将妻子从活海中救了出来 丽莎通过漫长的几个月 醒来后发现自己 因为车祸中的大火毁了容 不但没感谢自己的老公 不顾生命危险把自己救出来 还表示不能接受自己的容貌 当着楼下正在玩耍的女儿 诺拉的面就跳楼自杀了 这可给诺拉的精神上造成了不小的刺激 她还被送进精神院疗养了一段时间 时间非是诺拉的精神好转了起来 这天罗伯特带着她去参加一个派对 在派对上和一个叫文森特的小裁缝 和诺拉互相看对了眼 两人开始门目传情 派对上的男女成群绝对地来到后花园里打野战 文森特带着诺拉已往后花园走 两人也正有发生点什么的意思 但好巧不巧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派对上的歌手唱起了歌 那首歌正是诺拉母亲跳楼时放的歌曲 这首歌瞬间刺激了诺拉 诺拉开始拼命地喊叫 文森特紧张之下打晕了她 这时罗伯特也正在寻找诺拉 她一路寻找到了花园里 路上还看见了慌乱中骑车逃走的文森特 没过多久 罗伯特就看到了躺在草地上一扇凌乱的诺拉 诺拉被父亲带回家后也自杀了 罗伯特失去妻子又失去女儿 双重打击下 她决定用自己特殊的方法来给女儿报仇 这个特殊的方法就是把文森特改造成自己的老婆 下面我们就看她是怎么做的 罗伯特找到文森特 把她绑起来囚禁到了地下室里 还用看似正规的文件骗了同事和自己 一起对文森特实行了变性手术 醒来之后的文森特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 十分震惊 之后罗伯特还为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整容手术 包括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改造 最后文森特成功的从一个潇洒英俊的男人 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 罗伯特还给她起了名字叫维拉 维拉接受不了罗伯特给自己带来的一切 一开始还想要逃跑 没想到罗伯特早已防了她这一手 把门窗都锁得死死的 接着维拉绝望之下又想要自杀 还自杀了两次 结果两次都自杀未遂 被罗伯特用高超的医术给救了维拉 这招不成 维拉又又生一技 她开始立志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 从而依靠罗伯特给予自己的美貌和身体来俘获她的心 维拉开始经常练习瑜伽 火辣的身材是必备条件啊 这天离开罗伯特家 多年的老女佣又被罗伯特给结回来了 罗伯特想要她跟自己一起看着维拉 接下来维拉又使出了各种技能 使劲撩罗伯特 好几次罗伯特看着维拉 就觉得是妻子又回来了 差点都没忍住身体的冲动 后来老女佣也发现了维拉的举动 提醒罗伯特小心被报复 罗伯特不以为然 没过多久老女佣的儿子老虎男也来到了这里 说自己成了抢劫犯被通缉 要来这里避避风头 下好看到了监控里的维拉 瞬间兽形大发 甚至试图阻拦自己的母亲捆了起来 幸好罗伯特及时赶了回来 罗伯特二话没说 举起箱就杀死了老虎男 和老女佣一起处理了尸体 甚至老女佣还告诉罗伯特一个惊人的秘密 其实老虎男和罗伯特都是她的儿子 只不过同父异母罢了 从此罗伯特就对维拉彻底动了真情 还以为维拉会为了救命之情 也爱上自己 但他熟不知维拉的报酬计划 仍在继续 只是时机未到 这天维拉看了罗伯特同事拿来的报纸 上面写着 温森特的母亲仍在寻找失踪的儿子 维拉的回忆顿时涌上心头 虽然身体上被改造成一个女人 但是维拉的内心深处 她仍然是温森特 她决定尽快下手 回去找自己的家人 当晚在罗伯特要和维拉发生关系的时候 维拉说自己要下楼拿一些落下的东西 在回来的时候 罗伯特看到维拉拿着自己的枪对着自己 丝毫没有犹豫的维拉 一枪打在了罗伯特的胸口上 还顺带打死了老女佣 离开了罗伯特后 维拉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见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电影的脑洞之大 让看完的观众连连表示叹服 电影中展现的各种人物的命运 都如同蜘蛛网一样 交涉在一起 世界很复杂 人心亦是如此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